社區上這個活動中心 這個木星市場 他已經千瘡排口 這個計畫怎麼可以突然不見了呢 而改變成嫁給第二個丈夫呢 一女不能二嫁 議會陳情一度哽咽 文山區里長滿腹委屈 全是為了推動當地 木星市場活動中心改建 當間裸露 水泥塊都已經全部剝露 去年9月建築二樓天花板坍塌 判定綠離子抽標 有海沙屋一律 相隔不到一公里 張新市場預定地 成為改建過渡期 中繼市場選項之一 但最近都發局編列預算 在同個位置要蓋社宅 讓里長急跳腳 我們已經求了十幾年 而且也討論了兩三年 也得到市場處 對議員們的保證 說答應地方上 我們做這樣的規劃 結果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都發局直接就插隊闖關 變成社宅用地 民生必須比較重要 那社宅它有很多的其他的地方 你可以去做選擇 上面跟我們是沒關係的 其實我們市場現在 還經營的不錯 大家很不喜歡說 市場室 對啊 二樓活動中心整修完成 要不要再改建民眾意見分歧 獨發局市場術更是需要協調 早上他也跑去市場室那邊做陳情 然後一度表示說他要跳樓抗議這樣子 這個事情是跨局處的部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府級要做一個相關的決策 蔣萬恩市長要有魄力喔 而不應該是把所有的責任 轉嫁到這個里長以及市議員的身上 市政的規劃 市長自己要說清楚 如果認同可以做中繼市場 那就做中繼市場 如果不能夠認同做中繼市場 他們還是希望我們另外再去找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那麼所謂的張興停車場 他原則上他就朝社長那邊 而遇前進嘛 市政府最重要就是說 我不能夠因為這樣子 而去把它給停滯在那個地方 藍綠園喊話跨局處協調 恐怕還要蔣萬恩 拿出魄力和態度 女日新聞向遠銀文謙 台北報導